下一次我就穿泡泡裙 我是一个比较爱聊天的人 你什么星座啊 你天秤座啊 你有女朋友了吗 哇 多救我 开心就好 你们喜欢就好 我喜欢吃小孩 上快手录一首 哈喽快手的老铁们大家好 我是快妹的朋友 三江云青 新专辑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哪里呢 有什么特别的花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灵感是首先我第二张专辑我觉得要有一些成熟跟成长吧 因为第一张专辑还是比较阳光比较小孩的一点的感觉 所以这张专辑会稍微比较成熟一点 在音乐上也会有一些新的尝试 那新专辑的西装造型惊艳了很多粉丝 那你如何评价这套造型呢 你们喜欢就好 那粉丝期待后续有更多突破性的新造型 就有没有考虑过小弟他们说什么 嗯 下一次我就穿 褒褒裙啊 褒褒裙啊 太阳星们都很擅长彩虹屁嘛 然后经常平常会看到粉丝们的各种彩虹屁内容 会有怎样的想法呢 开心就好 你们喜欢就好 征集了一段就是粉丝们经常夸的一段彩虹屁 说想在姐姐的鼻梁上滑滑踢 睫毛上荡秋千 你觉得对这段话你有如何回应呢 滑滑踢我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自己的鼻子的 但我这 我的睫毛荡秋千是啥意思 我睫毛很长吗 我这睫毛很长吗 那就学习粉丝彩虹屁的方式来 安利一下自己的新专辑吧 你们可以边在我的鼻子滑滑踢 边在我的眼睫毛荡秋千的 听我新专辑哦 前段时间看到你有去环球影城玩吗 感受如何呢 有没有什么攻略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每一个主题都特别梦幻 我觉得每一个主题都得去逛逛 每一个项目都可以去玩一下 然后一定要去商城 就是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一些小公仔 或者是说小礼物 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纪念 那平常喜欢在快手看一些什么类型的视频呢 通常就是吃东西的时候 不会越看越想吃吗 现在就想吃 那有没有哪一个视频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我只有就是一个人 我可以从他的第一个视频看到最后一个 就是它是一个盘子 然后有可能它的盘子 第一个上面是泡面 然后下面是虾 然后再下面是鲍鱼 然后再下面是螃蟹 我喜欢 喜欢看这种 就吃得很快那种二倍数的那种 那就是前段时间尝试了红色的发色 就很亮眼 就是灵感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自己喜欢的颜色 其实是别太大灵感 就是觉得我想要染一个红色的头发 就很简单 我头脑比较简单 就我想干嘛干嘛 会有90后的脱发困扰吗 什么东西 脱发困扰 我没有脱发困扰 但是我的那个发际线比较高 所以呢得打一下 但我还是对我自己的发际线特别满意 大家都说你是社交天花板 就是说没有杨益勤不认识的人 对此有什么回应的吗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呢 我不太明白 所有的人都熟得很快 就感觉你好像跟谁都很熟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 我是一个比较爱聊天的人 跟同年龄的人 就是在一块聊天的时候 会比较放松一些 那有没有什么社交小技巧 可以分享一下 比如会见到陌生的人 刚开始先怎么打招呼之类的 你什么星座啊 你天秤座啊 你有女朋友了吗 所以你单身吗 大家都说天秤座很花心 你觉得你自己花心吗 你多大呀 你看这不用聊是不是 那就是我们之前看到过一段 您在机场的泛拍视频 就是在机场追着小朋友跑 有粉丝下面有神情说 你知道要表演吃小孩 然后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我喜欢吃小孩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小孩的人 就尤其是在大概开始会走路 开始会说话的那一段期间的小孩 我特别喜欢 就我觉得特别可爱 那粉丝们最关注的问题来了 就是下一场演唱会是什么时候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肯定会想要去办的 我觉得也得看机会 也得看时机 然后也得看疫情的情况 但希望就是疫情赶紧好起来 这样的话 就能在多一些地方 多一些城市去举办 自己的小型的音乐会 没有语言 要吃得更多的 女明星还是喜剧人 喜剧人吗 杨总还是晴晴 杨总吧 学姐还是学妹呢 学妹吧 晚睡还是早期 晚睡吧 裙子还是高跟鞋 这么快画板吗 高跟鞋 做饭还是洗碗 可以都不要吗 行不需要选一个 做饭吧 因为洗碗有点累 做饭也挺累的 睡觉吧 辣的还是甜的 辣的吧 饭还是面 饭吧 那你猜猜我今天中午吃了什么面 我哪知道你吃了什么面 重点还是喜欢见你一面 所以说我今天满心都是见你一面 不要太尴尬 我们下一发就是土地形化环节 就是为了一个铺垫 像你眼中的太阳眼 现在几点了呢 不知道 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主要为什么今天天气如此晴朗 为什么 有太阳 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伞妮坐在我旁边 又救我 这个默契游拿题就是 怎么样才能第一时间吸引伞妮的注意力 来打一个动作 或者鱼画都可以 应该这个吧 嗯 不要给大家看的哦 好了 希望各位就是少熬夜 然后睡觉呢一定要睡满6到8个小时 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 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 所以早点睡哦 家人们看这里 关注快手大明星 解锁我和快妹的更多精彩花絮盒 独家福利吧 喂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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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